刚刚已经输出一个了 可是另外底下的话怎么办 那跟各位讲一下 你们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的话 我如果改成B2 比如说第二列的话 比如说这边的话 改成2好了 那就A2 可是这里面没有刮弧啊 那跟各位讲 如果没有刮弧的话 E3得到会什么 如果有的话 它会B2 3 A等于3 那B等于9 有没有 可是如果找不到前刮弧 也找不到后刮弧的话 那A里面会多少 A里面会是0 找不到就0 有的话就是位置 OK 所以如果把它改成A2 跟 有没有 这个A2 然后这边改成B2好了 那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应该猜也可以猜得出来 如果这边是0 那这边如果也是0 那0-0-1 等于要几个字呢 要负一个字 有那种负一个字吗 这个字算强度没有负词的 所以如果没有负词的话呢 假如你这样执行 得到的结果会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 程序呼叫或引述不正确 不过以后你看到这个讯息 假如看不懂 没关系啦 因为正常 很多时候它那个叙述 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你其实可以猜得出来 如果假设以后你遇到错误 以后记得你不要直接按结束 我是建议你直接按真错 第一个按真错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你要 它这个时候呢 我是觉得VPA的 真错环境还蛮好的 那你怎么知道哪里错 跟各位讲 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如果把游标放在变数上方 它其实会跳出 目前这个变数里面放什么资料 你会发现A等于0 B也等于0 所以B减掉A减掉E 的答案多少 你会发现把它选择吗 它会告诉你-1 那没有-一个字啊 所以以后像我的习惯上 如果出现错误 那如果我要改的话怎么改 那就要避免 那怎么样避免最简单 特别重要 如果你假如不想让它 发生这个状况的话 那需要有个逻辑判断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前面如果用 Excel里面的函数是If Air 可是在VPA 如何取代If Air 如果它是错误的话 那我也怎么避开 避开的话这很重要 而且在VPA程式 常常会用到 就是If的逻辑判断 如果说我要避开 那我跟各位讲 你可以不用停止 其实VPA有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在冲断模式 这个叫冲断模式 可以修改程式 那怎么改 其实很简单 在这个上方 加一个逻辑判断 If 如果什么情况下 我就不要执行下面这一行 因为现在这一行 出现错误 那我可以给它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如果当A 它如果是零的状况 那我就不执行 那也就是说 其实这边有一个逻辑 什么状况才能执行下面的事情 其实应该A怎么样 等于零可不可以执行 当然不行 所以相反的 应该是不等于 那特别之后 不等于怎么叙述 记得是小于大于 小于加大于 就不等于的意思 所以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不等于的话 在VBA 记得就输入这样 A不等于零的状况下 空一格 然后 然后才能执行下面的事情 那反之 这边就要反之else 那我们这边没有else 我们直接把它结束 end if 所以 If 有一个头 就会过贵 这一段 我就把它按个tape键 就让它放在下面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已经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 如果 这个是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A不等于零的话 那 它这个逻辑假如为True 才可以进去 如果为Force 那就是不能 有点像是 我们去搭那个捷运一样 你有刷卡 咱们就打开 如果没刷卡 那当然就不能打开 就不能进去 那所以 接下来我可以把 这一个 这行程式再往上挪一行 那VBA在这边 除此环境 我觉得蛮OK的 因为它可以让程式倒车 有没有 来 倒退一下 那你再跑跑看 会不会进到里面 那因为我刚刚睡个闸门了 所以它理论上会跳过 OK 因为现在 A是不是等于零呢 它是不等于零 所以不等于零的话 那就不能够执行下面那一行 一是说 A 如果它等于零 就表示说没有刮 不等于零 就是有刮 有刮 有刮 才能执行下面这一行 那再来 我是建议你可以 再按一下 不要按这个执行 F5 你可以按另外一个 帧座里面有一个叫F8 那F8跟F5有什么差别呢 F5呢 就是全部执行 F8就是 除行执行 所以我让它只跳下一行 不要全部执行 你按F8 你会发现 它这个是什么 就跳过了 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边是空白 所以没有那个瓜子 所以我就跳过 意思是什么事都没做 OK 那最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做个Ending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地方 主要就是 我们必须要再增加一个 如果当它发生错误的话 改的话可以改成这样 如果A不等于0的话 那剩下来最后 我们再加一个回圈 所以回圈的话怎么加 For I 有没有一样 等于2到10 列 Enter两下打一个NAS 然后我们就把刚刚这五行层4 搬到这个中间 然后并且让它下一节 按Tab 键 全体按Tab 这样的话就会很清楚 For 然后先Sub一接 然后Fornet一接 然后IF又一接 这样一层一层的 看起来就很清爽 最后的话 记得把什么 把这个2改成I就可以了 这边改I 有没有 那意思是说 先帮我处理A2 然后再帮我处理A3 一之类推 那一样这边改成I 所以总共的话会有四个地方要改I 好 改完之后的话 理论上这个程式应该就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如果执行 先把它清除 清除 然后执行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它就输出了 那跟输出公司有什么不一样呢 最大的差别是这个里面是空的 有没有 如果它是空的 理论上什么事都没放 意思是什么事也什么东西都没放就对了 那如果有资料那就只有放他刮符里面的资料 那这样子相对 比起输出公司的话 其实它的资料量 应该会少很多 这个是用刚刚的输出 如果是公司的话 这个 有没有 这个就一串 有没有 它每一个都一长串公司 所以资料量会比较大 最后的话 我们就把刚刚的公司 把它按钮复制 我的奇怪是这边再贴一个 然后把这边按右线 重新再指定刮弧 然后把这个名称复制 贴过来 所以这样 最后我要的就是三个按钮 所以第一个按钮是输出公式 OK 第二个的话就是输出结果 大概这样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这一串 这个程式的话 理论上云端上应该也有 不过最好是自己可以打的话 自己打打看 OK试试看